好 说到打疫苗 国产的高端疫苗 因为一直没有取得国际认证 也缺乏了三期临床试验 虽然说目前我们国内通过 是紧急使用授权 也好多人都已经打了 只不过现在看起来 打气一直是蛮冷的 而高端疫苗在昨天晚上 就宣布他们已经入选了 WHO的团体试验疫苗计划 接下来就会展开 全球的第三期临床试验 国内感染科医师是乐观看待 只不过因为现在试验的国家 是在乌哥伦比亚 还有在像是菲律宾这些地方 当地流行的是印度变种病毒 高端试验的效果 很可能会不如预期 像这样捐出爱国手臂 接种国产高端疫苗的人 近期之内似乎越来越少 加上11月8号开始 又没有办法入境美国 也让高端疫苗面临 可能打不完的状况 不过现在高端疫苗 要取得国际认证 露出了一线曙光 高端26号晚间发布声明宣布 因为世卫公告 高端入选团体试验疫苗计划的 候选疫苗 将展开全球第三期临床试验 在哥伦比亚 玛丽 菲律宾三个国家来执行 而另外一款也入选的是 美国的DNA疫苗 这也让高端疫苗 27号早上九点一开盘 就大涨百分之九点五 来到每股两百一十八元 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咨询委员 而李秉颖推测整个实验计划 如果时间快的话 半年就能完成 但还是要看收案进度 不过高端也得有心理准备 世卫的临床试验 通常都会在低收入国家进行 而那里流行的病毒株 几乎都是印度变种病毒 因此高端试验出来的保护效力 恐怕会不如预期 未来出国能不能免除或缩短 检疫天数 打什么品牌的疫苗 也会是一大考量 高端能不能取得国际认证 这将是重要的一步 华世宣友王欣义李宏杰 台北报道